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的是群組化的打法 Grouping 552 之前講的這個五的打法 右左左右右這樣的五個音 或者是左右右左左 就是左右反過來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五的打法是 右左右左左 其中的第一個音跟第三個音 我會加一個重音 聽起來是這樣的 當然你也可以反過來練 你這兩種手法都應該要練到一樣的熟練 今天的示範會以右左右左左為主 我今天要怎麼運用它呢? 連續兩次的五之後就有十個音符了對不對 接下來再補兩個音符 這樣就有十二個音符 這十二個音符是等速的 速度不會忽快忽慢 聽起來會是這樣的 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右左右左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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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 最後的二我就用右左 右右也可以 最後的二其實是有很多的變化的空間的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手法套用在四拍每拍三個等分的架構裡面 一個小節的四拍每拍是三個等分就一共有十二個時間點 就剛好把我剛剛示範的那十二個音對在這十二個時間點裡面 我們來算一下拍子喔 1-Ti-Ta 2-Ti-Ta 3-Ti-Ta 4-Ti-Ta 在這個速度之下把剛剛的手法對進來 我會先唸一個 1-2-3-4-5-1-2-3-4-5-1-2 我們會比較知道對起來的感覺 1-Ti-Ta 2-Ti-Ta 3-Ti-Ta 4-Ti-Ta 1-2-3-4-5-1-2 再把這個1-2-3-4-5-1-2-3-4-5-1-2 改回剛剛的右左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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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咯 我們來實際上練習一次試試看 演奏的時候我想要在二四拍 這兩個拍子踩hi-hat 所以你會聽到 接下來我要把右手移到tom-tom 1 2 3 4 1 現在把這個手法跟 swing 一起使用 1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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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5 6 7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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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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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5 更被強調 所以我會用大鼓去support這一個 這個Crash的聲音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想要把右手打在Ride上面的 每個5的第一個音跟第三個音 1 2 3 4 5 這個Ride的聲音跟大鼓重疊 所以這個手法連起來會是這樣的 我再試一次喔 整個手法聽起來是這樣的 加上算拍子的機制會比較困難 需要比較多的時間練習 順便可以幫助各位去 慢慢的做到一點四肢獨立的訓練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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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3 4 1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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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當然後續你可以做一些延伸 例如把剛剛打在Ride上面的重音 改成打在Tom Tom 1 4 4 1 5 5 1 5 5 1 4 4 1 5 5 1 6 5 1 7 7 1 7 7 1 8 1 8 1 9 1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